猫气管炎什么症状 猫猫的气管炎一般来说都是病毒性的 如果是病毒性之后造成的气管炎 主要表现的就是眼鼻分泌物的增加 你将会发现要眼垢特别多 或者是鼻部周围要总是湿漉漉的 甚至有一些黑色的一些小结块 然后并且很多的时候会发现打喷嚏很多 那偶尔的时候你会发现类似于咳嗽这样的症状 当出现这种情况 初始轻微的时候 基本不影响饮食吃喝大小便这些的 但是如果变严重了 你会发现他的食欲好像减退了 他好像总是洗过 把自己锁身一个球球 然后经常在那边晒太阳 那如果到了这种程度 就要及时再到医院里面去进行用药了 那么如果只是前端的 你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它没有影响到吃喝 你可以先行用药 去帮助到他抗抗病毒 或者是做局部的一个消炎 所以我会在那里面做到什么 所以我会在那里面做到 你会在那里面做出现了 这种情况 我会在那里面做出现了 我会在那里面做出现了 感谢观看